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在前几天 23号 24号到新加坡 刚好跟我的师长在新加坡做了两天的讲学 题目是和谐社会重新做起 当场来了七八千位来自我们东南亚 以及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 有七八千位 还有在去年的十月份 我们在马来西亚基隆坡 也是两天的课程 来了一万多个华人 所以从海外华人这么积极学习中国文化的这种态度 也让我们自己在我们祖国大地的同胞 有一个醒思 为什么他们这么样的珍惜老祖宗的智慧 因为他们在海外发展比我们更不容易 而他们之所以能够在世界各地有这么好的发展 他们深刻的体会 都是老子中笑剔的教会 勤俭持家的态度 这一些好的德行风范 才能让他的家庭事业清盛 而现在他们也有危机感 因为这样的美德 一定要继续传下去 不然他的家道就要中落 就要败下来 海外的华人这么样的珍惜 那我们也应该做好的榜样 由我们带头来让中华文明 开创一个新的世界 新的文化复兴 刚刚我们提到了 一定要有像孩子般的赤子之心 信任我们的祖宗 信任他们的智慧 因为啊 所有现在所呈现的现象 包含一个人的命运 我们现在看 一个人的命运 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境 一个家 一个团体 一个国 十九世纪 人类的杀手是黑死病 二十世纪 人类的杀手是癌症 二十一世纪 是忧郁症 所以现在精神 有问题的人越来越多 所以 忧郁症的人越多 自杀率就越来越攀升 所以你看现在我们非常紧张 害怕 怕什么呢 怕这种自杀形成风系 不孝 行成风气 反而那个孝顺的人 被人家看成异类 还被人取笑 完了这个风气 行成就不得了 你看个人的命运 居然现在是被 忧郁症 威胁 那最主要是他内在的思想 有问题啊 才会身心这么不平稳 一个人啊 他假如内心有感觉到爱 他假如内心有孝心 他不可能走上这一条绝路 所以我们看到这么多 生生学子的国家栽培了几十年 就这么样轻易的结束生命啊 那我们都是于心不忍啊 那个都是我们 民族的动量啊 怎么就这样腰走掉了 所以他的思想出现问题了 家庭的思想出现问题了 所以才会让杀父害母 现在越来越多这种情况 团体 你看企业 我们几千年的历史当中啊 上百年的企业很多啊 结果现在的企业呢 中小企业平均寿命啊 2.9年 企业这么短命啊 那最主要是企业 企业主 还有他整个组织里面人啊 的思想短浅 才会走出这样的命运啊 那都不是古圣先贤的智慧 古圣先贤的智慧 朝代可以几百年不衰啊 更何况是 一个公司呢 所以你看中国的同仁堂 那都是遵循着祖宗的教会 在经营啊 他已经三百多年了 现在还很兴旺啊 他创立啊 比美国多一百零七年 比美国还长寿一百多岁啊 要学的是能长长久久的 家风跟事业啊 思想决定了行为啊 行为决定了习惯性格 最后决定了命运 所以真正明白道理的人呢 自己以及家庭的命运呢 不用让人家算了 自己就看得出来了 而所有这一些不好的现象 根源在哪一个错误的思想呢 解决问题啊 要从根本解决 心理问题啊 跟治病一样 要找到病根才行 斩草不除根 春风吹又生 病根就在自私之力上 现在人啊 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 只想到自己啊 不想到别人 那怎么和谐 都要自己好 别人生死都不管 对立起来 那冲突就是难免啊 要从错误的 自私之力念头啊 开始转型 你说嗯 那我不自私了 那我怎么混得下去啊 你看周朝八百多年 他是用自私 然后八百多年吗 那不可能啊 这四位朋友 我们现在要很冷静啊 不能随着现在的思想去跑啊 那现在那些思想都跑到哪去了 跑到绝子绝孙去啦 跑到企业只能 二点九年就败掉啦 你往那里跑干什么 那胡闹啊 一个企业二点九年就关门啊 那叫什么 那叫半家家酒啊 不只自己遭殃了 你看那些资金可能又是亲朋好友聚集起来 又让那么多的家庭蒙难啊 那情何以堪 这个时代啊 这个时代啊 特别需要冷静 不是好的东西就学啊 而要学真理啊 要有高瞻远瞩的见地 猜雄 你看 我们老祖宗讲 读书人呢 先有什么 先有度量 心量的扩大 对质自食啊 事有气势 有气就是心量 事就是高瞻远瞩的见识 事有气势 而后才是学一些 技能 不然呢 学的技能啊 不止不给当事人得利益 还有坏处 所以这些先后千万不可颠倒啊 先有德行 后有才华 有的才华没德行啊 那就像一个定时炸弹 在每个人群当中 都可能 干出伤害别人 后国殃民的事情 你看秦桧书读的多不多啊 但是当朝的宰相 他都读书还不够多嘛 所以我们从历史啊 来做一个寂静 范仲淹的度量很大 先天下之诱而又 后天下之乐 所以宋朝因为范仲淹啊 出了一大堆的忠诚啊 他不是自私啊 他是念念为人想 用仁爱存心 所以国家兴盛了 他的家庭也兴盛了 到现在一千多年 家风不衰啊 而且估计他的子孙 已经超过一百万人了 很兴旺啊 我们另外看看 历史上谁度量小 那他的命运又怎么样 魏晋南北朝 曹操 曹操说了一句话 宁可我负天下人 也不可以天下人对不起我 你看他只占便宜啊 不吃亏啊 他不吃亏 那真的吃了亏啊 你看他有这么大的权势 到头来子孙传了第二代 第三代 就被人家杀了 模反了 因为他心量不够大 他看得没有声音 没有灰红的度量 他跟人计较 他的子孙就人跟他的子孙计较 我们处处帮人啊 所有的人就帮你的子孙 所以刚刚我们提到 你看一个范仲淹 二十七代的后代啊 站上台来 是响起一片掌声 你看他到哪里 不会有贵人的相助 那一定有啊 所以我们人生的努力啊 那真是影响深远啊 这是度量 再来深远的建设 周朝的周公 他看得很远了 带领人民最重要的 教育 教育好了 才能兴旺 所以周公 治理作业 看得很远 周朝八百多年 全中国啊 最长远的朝代 秦始皇 他没有这么深远的眼光啊 他只想着 我要达到目的 所以不择手段 杀了不少人 上天有好生之德啊 这跟上天德行相违背 所以他的朝代只有十五年 到第二代就完了 还被人逼 还被人杀 所以信量重要 不可以自私啊 自私发展 变竞争 竞争再发展 变斗争 斗争再发展 变战争 中国人强调什么 防伪杜剑啊 你看你一个自私的心念 慢慢延伸出来 就是斗争战争的人生境界啊 最后呢 战争变成什么 末日啊 所以现在人都很害怕 那世界末日会不会到了 各位朋友 什么是世界末日啊 当人生不如死的时候啊 那才是真的世界末日 当人完全没有道义了 连自己的亲身骨肉 都不能相信 甚至于还会害他 那这个真的是世界末日到了 什么是世界末日 人与人完全没有道义 没有信任 现在连夫妻要结婚啊 首先要先去财产公正 代表还没结婚 就以前先打好什么算盘啊 为离婚做打算啊 那你看人不理吗 所以现在啊 竞争斗争啊 这些现象 那绝对不是在团体跟团体而已啊 现在已经啊 影响到了家庭里面了 所以我们看到 在一个报导 报导到美国啊 有一个老太太 她要死以前啊 写了一个遗嘱 遗嘱上啊 告诉这个她的亲人说啊 她死了以后啊 要把她的骨灰啊 撒在他们家对面楼上 他们家对面是个超级市场 把骨灰撒在超级市场的屋顶上 你看大家听到这个讯息啊 都很惊讶 死了为什么骨灰撒在 对面的超级市场屋顶 原来啊 她生了四个孩子 四个孩子常常到 他们家对面的超级市场买东西 就是不愿意到妈妈家里探娃妈妈 你看完全没有孝心啊 这些孩子当她出现在 老母亲的眼前 而不进她的家门 那都是对老母亲内心啊 深深的惊骚啊 只有自己啊 没有父母了 那个这样的日子 这样的家庭啊 那个末日没有两样 所以这一条路啊 不能走啊 自私 可以 因为一个人 让整个地区 受到莫大的伤害 我曾经看过一个报道 在福建 泉州地区 有一个商人啊 他聚集了很多的资金 他怎么聚集呢 你把钱放到他这里啊 薪水很高 越聚越多资金 后来倒了 受影响的人超过十万人 那这位朋友要怪谁啊 他卷款潜逃啊 卷款几亿元 逃走了 欲估啊 因为他卷款潜逃 整个泉州市的经济 要倒退五到十年 你看一个人的自私之力 影响了上百万的人口啊 怎么可以教孩子自私呢 那诸位朋友谁的错啊 是这个人的错吗 他也是父母教的 他也是老师教出来的 假如父母老师 能把人生的道义教给他 几十万人 会受到这么大的波及吗 假如我能早一点到泉州去讲课 说不定他刚好就听到了 所以呢 也是我的错 我有责任 因为我是 我应该是泉州人 那祖籍在闽南啊 所以我看到这篇报导也很难过 你看我自己的家乡就这样子受到那么大的灾难连累 所以各位朋友 遇到事情啊 不能只怪他 我们冷静看看 所有被骗钱的人 要怪谁 要怪自己啊 自己没有贪念 会不会被他骗啊 不会啊 所以人生啊 面对任何一个事情都要有一个态度 自己要负完全的责任 不能变成啊 把责任推给别人 那叫不负责任 我们遇到事情都不负责任 交出来了就是不负责任的下一代 所以这个都演给我们看啊 这个自私的路不能走啊 你看国与国的冲突不就在 都是想着自己国家利益 都不顾人家的身世 这个时候 被你逼迫的国家 他一定是啊 到最后会起来反抗 两败俱伤 所以我们老祖宗呢 不走这一条路 走哪一条路呢 仁爱 仁爱的心呢 是我们中国文化的核心所在 仁爱的心啊 就懂得互助互爱 迈向世界大同 而世界大同啊 在几千年的历史当中 那发誓 成就了非常多次 在周朝啊 成康之志 四十年当中啊 没有人犯罪 监狱里面的刑具啊 都已经啊 生锈不能用了 以至于最近的清朝 一百多年的盛世 康贤盛世 都是依照 圣贤的教诲 就能达到这样的 家庭 民主的兴盛 思想根源重要 从自私这一念 转到仁爱来 大家在冷静思考看看 所有已经超过一百年的企业 绝对都有服务大众的人爱精神 它才能过一百年 我们在冷静看看 哪一个家庭 哪一个企业很刻薄 它可以超过十年 二十年的都很少找得到 所以这栗子啊 确确实实啊 就像一面镜子一样 在明朝 郑河下西洋 已经六百年了 那时候啊 拥有的是几万人的军队 在海上 郑河的船多大呢 两倍的太和电厂 那太和电已经很长了 两倍 就像航空母舰一样啊 这么大的军队 任何的国家都打不胜 但是我们却没有 对任何一个国家 发动战争 不只没有侵略 他的国家 因为中国人都知道 以强欺弱是什么 是很丢脸的事啊 是很隐瞒的事情 那中国人做不出来的 而真的啊 这个爱人 敬人 这是中国人的精神 所以不只没有侵略啊 寺庙 祭世正合 印尼啊 第三大的都市 叫三宝荣啊 那个就是以正合的名字 来取啊 你看对人有恩啊 人家已经六百多年了 还念念不忘啊 有一个国家在印度啊 那个国王就说到 说我真是太幸运了 能遇到东方圣人的教会 何信中国圣人教会啊 被我们国家遇上了 才短短几年的时间啊 我的国家马上啊 风衣祖史 祝都没有问题 因为这些技能啊 我们都无私的奉献给他们 还有文化 所以那时候 中国在世界人的印象 那是一个旧式的人 旧式的国家 来帮助他们 所以七零年代啊 英国一位大历史哲学家 他曾经讲过 要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 你看我们现在种种的问题 怎么解决呢 只有孔孟的学说 跟大乘佛法可以解决 那我们来看看 孔孟的学说 他的核心是什么 就是仁爱 大乘佛法的核心是慈悲啊 虽然名词不一样 精神完全一样 所以唯有人爱之心 才能救这个社会 所以诸位朋友 我们现在拥有的是 可以解决这个世界 危难的方法 被我们遇上了 人生呢 要有这一份责任心 所以我们以父母之心啊 为自己的心 那天下没有 不友爱的兄弟姐妹 以祖宗的心为心 天下没有 不知道的族人 我们以祖宗的心 那所有的这些同族的人 我们都应该要爱 那我们以地球人的心为心呢 那每一个地球上的民族国家 我们应该都要尽心尽力 去帮助他们 最彻底的帮助就是教育 就是正确的思想 我们在上学的时间都知道 地球村 地球变什么 变个村落了 而村落就应该要敦亲慕眠了 所以我们不分彼此 都是老乡 所以现在人家问你 你哪里来的 你家乡在哪 你说我是地球人 我跟你是同乡 不分彼此 团结互助 这才是我们民族啊 以至于世界的 这个幸福 幸运 好 所以这是一条活路啊 要仁爱 互助互爱 到大同世界 我们的温总理啊 在上一次几年前啊 印尼海啸 哇那个太严重了 一下子呢 几十万的性命就不见了 全球发动啊 这个赈灾活动 当各国的领袖啊 都到印尼开会的时候 有一幕啊 让所有的 这国家的领袖啊 感到非常的震撼 就是啊 温总理的坐机 到的时候 不止他人到了 整个客机上面 装满的 都是救援的物资 他们都看傻眼啊 他们本来想说 是来这里 好好先讨论清楚了 再来捐钱 捐物资 没想到 温总理 当下就已经带来了 总理能够做出 这样的行为 那是他有那一份 人积几积 人力紧利的 仁慈胸怀 真的 有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 这些领导读书人 他都一定会做出 立国立民的风范 以至于利益世界的 风范出来 所以学中国文化 就是学人爱 而八容八尺 也是学人爱 有一颗仁爱的心 才会热爱祖国 服务人民 团结互助 诚实属性 有一颗仁爱的心 希望自己能利益 家庭社会 所以他会辛勤劳动 他会艰苦奋斗 他绝对不做 团体的害群之马 所以他会遵纪守法 他会诚实守信 当好榜 你看有这颗仁爱之心 那整个文化的核心精髓 就抓到了 那现在很多人学了之后 就会提到 我就是提不起对人的关心 怎么办 我很想爱人 就是爱不起人 各位朋友 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 这个朋友 说出这样的呐喊 爱不起人也很痛苦 想爱 但是自私自利就往外冒 压不下去 仁爱还有个源头 老祖宗是爱的教育 但爱的教育有个原点 那个原点 就是孝道 父子有亲 那是爱的原点 原头 本利而道生 他这个根本抓到了 他做人处事的道德 才能够提得起来 《孝经》里面告诉我们 福孝德之本也 孝道就是德行的根本所在 教之所由生也 教育就要从这个孝道 开始抓起 孝经又告诉我们 不爱其亲 而爱他人者 为之备德 他不爱他的父母 而去爱别人 那是违背德行 那不可能 不敬其亲 而敬他人者 为之备理 不尊敬自己的父母 而尊敬别人 那也是违背 这个礼敬的道理 唯有尊敬父母 才会尊敬他人 因为一个人 为人处事的态度 都是在家庭里面 建立起来的 所以老子宗才说 三岁看八十 七岁看终生 加起而后才能 国制 国制而后才能 天下平 我们竟想着 要帮助天下 结果自己身都没有修 去劝别人 人家说 你都没做到 你有什么资格 所以说我们 摸着鼻子 赶快回来 好好修养自己 所以之所先后 唯有 好好地把自己的身修好了 才能真正能 贡献 家庭 社会民主 所以当我们现在 希望能够热爱主 首先找到源头 热爱 爱自己的父母 爱自己的家庭 爱自己的社区 爱自己的家乡 才是真正 落实的热爱主 当你热爱了家庭 那你的家庭 是整个世界的 世界的好榜样 那你就 真的是在热爱主 那就不是口号了 是扎扎实实的 落在了 你的人生当中 我们热爱 我们的家乡 我们好好做好 自己的工作 我们的单位 就是家乡的榜样 那这个真的是 贡献的社会 您是在 这个警戒服务 做公安警察 你实时照顾人民 让人民都受到 我们的爱护帮忙 那一下子就传遍了 整个家乡 你看这个单位 就是我们学八荣八死的 好榜样 那就带动了 整个我们的家乡 善良的风气 自己的家乡 又成为国家的榜样 那真的 热爱主 所以诸位朋友 热爱主 绝对是回到 大学里面一句真理 最核心的一句真理 至天子 以至于素人 从当最高领导人 到各行各业 一事皆以 修身为本 都是要从修养自己的德行 开始来助起 好 那我们来看看 要怎么修养自己 老祖宗讲的 八德啊 孝涕忠信 礼义廉耻 而这个八德啊 跟我们的八荣八死 那是完全相应在一起 你看热爱主 就是忠诚 忠心 在第一条 就是八德 那我们修身了 就能够齐家 齐家了 就能出很多的人才 利益社会 所以习惯成自然 这个习惯 就是我们的家道 有一个 小朋友啊 当然他现在也已经三十岁了 他那时候念小学 一个小女孩的时候 他走进他的家门 说了一句话 因为他刚好闻到了 煮饭的香味 今天妈妈煮了很多好菜 这个小女孩 这个小女孩马上喊了一句话 给奶奶家端了没有 给奶奶家端了没有 大家族啊 奶奶就住旁边 结果当他这句话讲出去的时候 全家人同时笑起来 笑得他莫名其妙 有什么好笑的 接着他的母亲就笑着说 她说你们三个孩子 真的是一个娘胎出来了 一点都没错 他有一个哥哥啊 一个姐姐 他的哥哥姐姐比他早进家门 他的哥哥一进来 闻到香味 第一句话就说 给奶奶家端了没有 接着他姐姐第二个进来 一进门闻到香味 也是那一句 给奶奶家端了没有 接下来他一进来 又是那一句的 全家哄堂大笑 那各位朋友 我们家的家风是哪一句话 是给奶奶家端了没有 还是我死了以后 那财产是我的 这个可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 用齐家来贡献社会 结果有一天 刚好母亲也煮好吃的 这个小女孩 就在那准备要端给奶奶 结果母亲跟她开个玩笑 跟她说道 今天煮少 下次再给奶奶端 妈妈就跟她开玩笑 结果孩子小 信以为真 内心很难受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体会到 这种孝道 是人的天性 当她在违背天性的时候 她可难过了 她的人格内心都在那里挣扎 所以诸位朋友 能不能跟小孩乱开玩笑 那不行 这个小女孩听了以后 刚好接近中午了 叫我都睡不着 在那里翻来覆去 后来看父母已经睡着了 就爬起来 干什么呢 跑到厨房去捞那些食物 因为母亲还没煮完 她等不起了 赶快捞了一碗 捞了一碗 偷偷摸摸 跑到隔壁奶奶下去 很紧张 她在那里望 然后给奶奶敲门 敲了门以后 端给妈妈说了一句话 这一碗呢 是妈妈叫我端过来的 你看一个孩子 为什么要这么说 当他感受到 妈妈跟奶奶不合 他很难过 所以你看一个小孩 他都会自自然的 希望去当家庭的问华记 希望家庭能和乐 家庭不和乐 那就是给孩子内心 最大的伤害 孩子内心一伤害了 他这一辈子都不会幸福 都不会觉得有快乐 家和万事心 我们曾经在讲课的时候 跟孩子提到 娶一个好的媳妇 可以望三代 那小孩子 很好学 他会问 那什么样才是好媳妇 结果我们的老师说 要具备的士德 士德是 富德 富人的德行 富龙 富人呢 这种时时呢 都穿得很整齐 庄严 让人家看得很生气 恭敬心 而不是呢 很邋遢呢 出来吓人 这是富龙 再来 富工 母亲啊 很会打理家庭 让家庭呢 整理的有条不问 那都煮的菜呢 都很营养 可口 家里的人呢 常常聚在一起 欢欢喜喜 再来是父言 父女的言语 厚道 而不是泼妇 骂街 所以要具备这个士德 结果老师就问了 一个妇女 一个妈妈的德行呢 各位小朋友 你觉得第一个 最重要的是什么 各位朋友 你猜猜看 小朋友说 妈妈的德行 第一个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看 我们假如答不出来 那我们有没有体会得到 孩子的内心 教育孩子 要用德行 教育孩子是真正用心 跟孩子的心 在感应 在交流 而不是只有 我们的爷女而已 所以孩子说到 当好妈妈 第一个条件 就要对奶奶好啊 孩子的这句话 就已经告诉我们 家庭的和乐 对一个孩子的人格 那是最重要 所以古代的妇女 特别清楚这一点 她知道 要忍辱父专 让整个家庭能够和乐 所以这一位小女孩 生怕妈妈跟奶奶 会有一些不愉快 所以端过去的时候 还说到 是妈妈叫她端过来 结果后来 小女孩就比较安心 就回去了 结果过了几个小时 她妈妈又端过来 因为她端过去的那个 是每一组熟的 后来煮熟了 妈妈端过去 奶奶就 这已经端过来了 她妈妈才恍然大悟 她跟她开玩笑 她信以为真 早就先端过来 结果奶奶听到 这一段事情 对这个孙女 她真是爱到心坎里面去 你看这个孙女 是死死想着她的奶奶 这个就是家风 家风就是我们一言一行 还有我们处事的态度 印在孩子的心中 那个就是家风 现在孩子的心里 留着我们什么样的风范 这都是我们要深深去思考的 宋朝的范仲淹 这是明宰相 留在她子孙的心中是什么 留在她子孙的心中 是她热爱祖国的胸襟情怀 因为在2004年 在屈父 办了一个全球华人 学习中国文化的活动 邀请了范仲淹的后代当贵宾 范仲淹的后代到了会场 上台的时候唱了一首歌 那一首歌叫《岳阳楼记》 你看她的后代子孙 感念她的德行 把她编成了一首曲子 当她的子孙唱到那一首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时候 我相信范仲淹在天之灵 她会觉得 我这一生没有做错 我这一生这么做 造福了我千秋后代的子孙 还有整个炎黄子孙 都得到了她的批印 这是她的家道 范仲淹先生 她的后代子孙 到清朝的时候 总共出了七十几个 部长级以上的官员 所以我们想想 这一千年来 有谁比范仲淹跟热爱主国 历朝历代 都有她的后代子孙 站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来利益这个国家民主 就从这一颗忠心 从这一颗仁爱心 她的精神长寿 后来的读书人 很佩服她 为她写了一篇《易田记》 里面提到 虽然范仲淹已经死了 但是她的后代子孙 继承她的置业 一千多年了 就跟范仲淹在的时候 一样 甚至于更兴旺 因为范仲淹先生 他那时候 买下来的《易田》 是一千亩 到了清朝的时候 她的子孙已经经营成 四千亩地 那是发扬光大 所以真正 这个范仲淹的后代 那是真正热爱主国的好榜样 范仲淹先生 曾经有一次 因为国家有奸臣 整个朝政 完全的衰败下来 他跟他的子孙说 说我这一次 一定要尽忠 劝诫皇帝 但我可能回不来 他交代了他的子孙说 我假如死了以后 你们帮我守孝 就在我的墓旁建好房子 不只要守孝 还要持续教化当地的人民 你看范仲淹在面临生死当中 没有想自己啊 还想到要教化人民 你看这种风范的 深深印在他孩子的心中 他的孩子范仲淹 年老的时候 范仲淹是正宰相 他的成就不输给他的父亲 皇帝问范仲淹 说你的父亲留给你什么 范仲淹说就一句话 先天下之有而有 后天下之乐而乐 愿灵生死 毫无畏惧 心里只有国家跟人 后来就是因为这一片赤城 皇帝被他感动 整个天下也因为他的赤城 扭转了乾坤 所以范仲淹是个榜样 离我们最近的清朝 林哲徐先生 你看他面临那个时候啊 是我们民主的危难 那是真正的危难 那时候抽鸦片的人啊 已经超过一千万人 整个民主啊 没有可用之兵啊 钱财通通被挖空了 这个时候 林哲徐先生站出来 那时候透过卖鸦片赚钱的人啊 超过一百万人 林哲徐先生要来净鸦片啊 他整个路途过程可谓啊 危险万分啊 很多的人要取他的脑袋啊 他毫不畏惧 他要离开的时候啊 对着他的老师讲 说只要能够挽救民主啊 他死都不怕 成败天也 死身命也 我一定要为民主啊 尽我这一份心理 所以林哲徐先生的名言啊 苟立国家生死已好 起因祸福必屈之类 这一句话 大家熟不熟悉啊 很熟悉啊 我们的温总理啊 常常都以这一句话 来期许自己 所以我们看到啊 林哲徐一生 真是流取担心 赵汉秦啊 你看他那一份精神呢 不只影响了他的子孙啊 还影响了几百年后的温总理 这个人生太有价值了 林哲徐先生的后代 到了第四代 是民国时期啊 最高法院副院长 第五代 是驻联合国的大使 还有我们现在 我们如江文化教育中心的 这个接待处的主任 也是林哲徐先生的后代 你看他现在的后代也投入啊 为往胜济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的行列 他所有的子孙啊 都有一个信念 不管在任何的工作岗位当中 都要尽自己最大的责任 最大的努力 我们的古圣先前啊 他们热爱祖国啊 不只是当时候的祖国啊 到现在他们还深深的在热爱祖国 因为他们的精神 统统留在他后代子孙的心中 林哲徐先生的后代 没有抽烟的 因为他的祖宗就是净烟 净鸦片 所以你看呢 那个好的加工沉转下来 没有人抽烟 那各位朋友 我们要问问自己啊 范仲淹先生吃亏了吗 林哲徐先生吃亏了吗 所以老祖宗讲啊 吃亏是福啊 所有尽忠于国家 尽忠于社会的人 后代都非常非常的兴盛 而他们利益这个国家 都是真正把孝涕的精神 演得非常非常的彻底 所以奉献国家 首先呢 要把孝涕演出来 你看周朝 八百多年了 哇 那不知道要学多少 学问本事哦 其实啊 他们最重要的 就是把孝根踢 给天下人做的榜样 所以国家兴盛 你看王继 周恩王的父亲 周恩王侍奉王继的时候啊 那真是成婚定型 早晚跟父亲问候 然后每天都很用心的看看呢 父亲呢 吃得饱不饱 穿得暖不暖 父亲只要稍微没有胃口 他就很难受 很关心 父亲恢复了食欲 健康 他就很欢喜 所以弟子规里面啊 这几句经句啊 周朝的这一些圣责人 都做到 所以我们加风 沉船几百年啊 然后以这样的榜样去 热爱祖国啊 那绝对不是 很遥远的事情 那个当下都能做啊 周武王 是周文王的孩子啊 父亲生病了 亲 亲有急 自己要先尝 周夜市不离床 父母生病了 时时在身旁啊 事奉 周武王 照顾了父亲 十二天呢 医不解带 全心全意的 照顾 十二天呢 周文王的病就好 这颗孝涕的心啊 通于神明啊 光于四海 这个光就是啊 当世界的榜样 光于四海 无所不同啊 所以你看 周朝的孝 做得很彻底啊 周朝的涕 兄弟的友爱啊 周公啊 看到了自己的 哥哥生病了 到了祖宗的灵前 祈求祈祷 捡自己的寿命了 要让哥哥能够啊 度过这一次的劫难 真诚啊 所以万物相感 就是这一颗真诚心 后来他的哥哥啊 病就好 所以他那个祈祷文啊 放在了 锁在了 他的太庙里面 既是他祖宗的 太庙里面 后来 他的侄子啊 周承王看到了 非常非常的感动 所以你看 都是孝帝的风气啊 开了他八百多年 不衰的 这个国运 那范仲淹先生也是啊 他非常孝顺他的母亲 然后他的孩子也非常孝顺他 而且他的孩子 范存仁 对待他自己的哥哥 范存佑啊 那也跟自己的 长兄如父啊 跟自己的父亲 那种恭敬啊 没有两样 到了 现代 刚好 我有一次到厦门去讲课 有一个无信的人家 他听完课以后啊 他很激动啊 跑来跟我讲 他说他终于明白一件事情 他们整个村啊 都是姓吴的人家 全部姓吴 有107个后代 而这107个后代 有106通通大学以上 只有一个没有读大学 没有大学毕业 而那一个啊 已经考上大学了 但是因为某些因素啊 读到一半退学 所以他们整个村里面呢 所有的后代 统统有素质啊 有能力啊 得到大学以上的学位 他也不觉得有什么奇怪 因为大家都是这样 后来听完课 他恍然大悟 他说原来啊 他整个村落里面 就是遵循孝涕的精神 他突然想起啊 他每一年的过年 大年初一 所有村子里的年轻人 都做同样一件事 陪他的父母 到寺院里面的祈福 你看 很尊重父母啊 爱护父母 陪着父母去祈福 结果呢 陪完父母回到家里了 到每一户人家 跟所有的其他的长辈 问安拜年 这个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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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啊 尊敬长辈 尊敬兄弟 这个是T啊 所以他有笑T的精神 所以后代子孙 这么兴旺 大年初一啊 陪父母 然后跟长辈拜娘 还有第三件事 这两件事做完以后 就到他们村落里面 的学校 校学 都是大家读过的学校 很亲切 年轻人聚在一起 共同讨论 我这一年学到什么 宝贵的人生智慧 互相切磋交流 所以他们的风气里面 又好学 好学近乎自然 又有德行 又好学 所以他们的下一代 才有这么齐的素质 跟品行 所以老祖宗告诉我们 孝涕为传家之本 所以有这一份孝涕的精神 我们的家族可以不断地沉船下去 所以热爱祖国 我们从修身 从齐家做起 那自我的修身 那最重要的 就是从自己 开始改变 从自己 开始 先学习 这样就能正己化人 自自然能感化他人 这个叫以身作者 所以有一位父亲 他也了解到 孩子要遇到贵人 那个最重要的人 就是 孩子要恭敬他人 要有礼貌 所以他知道以后 就赶快 教他的孩子要鞠躬 教了半天 孩子心不甘 情不愿 没有太大的效果 后来 他突然想到 一定要以身作者 上行下校 他就恭恭敬敬 给他父母举够 结果举下去以后 他父母说 我们家不讲这一套 你别举了 结果跟父母讲到 这个家道要承转下去 首先要孝敬父母 所以我这个鞠躬 也是让孩子可以学习 这爷爷奶奶一听 哇 是让孙子学习 好 那你再多举几个 没关系 所以诸位朋友 什么时候开始 跟我们的父母 孝敬 从什么时候开始 已经开始了 就要长长久久 还没开始的 就从今天中午回去吃饭开始 所以一回去先举个工 结果你爸爸说 你今天是不是发烧了 所以一个人 要真正的立身行道 首先要能够接受 别人异样的眼光 因为这个时代 挺颠倒 孝子都被人家看 当异类看 所以正常的都变不正常 不正常的都怎么样 变正常 所以你今天走出去 捡起垃圾来 人家把你当稀有动物看 不正常 然后拿着垃圾 顺手就丢下去了 他理直气壮 一点都不会觉得难受 其实当他丢那个纸屑的时候 他就是在危害祖国啊 他就是在破坏环境 他就是让全世界的人 瞧不起中国人 中国人现在已经跟什么 画上等号 跟肮脏啊 脏乱啊 这个是真正危害祖国 所以我们对的是 要坚持下去的 这个孝季的风气 是我们民主的美德啊 不能断在我们的手上 断了那真的是 危害祖国啊 危害世世代代的子孙啊 他们会骂我们啊 你们就留给我们 这么肮脏的环境 跟错误的思想 害我们苦不堪言 到时候我们在天上 也不得安领了 他们会把我们拉下来 给我们一个交代吧 所以对的是要坚持做 今天回去呢 从我们开始做孝敬 所以这一位父亲呢 他从自己做了 举了几个宫啊 也没几天 有一天回来啊 还没跟他父母举宫啊 他女儿就跑出来 然后恭恭敬敬 给他举个宫啊 爸爸下午好 然后就进去了 哇他在那里觉得很欣慰 也觉得呢 发现了真理 真的是上行下校 最有效 所以我们这个棋家 就从自己开始修学起 有一位导演呢 翟俊杰 翟导演 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啊 有说到 因为他已经六十多岁了 他说人生的幸福啊 就在啊 当他进了家门 还有一声娘 可以叫啊 那他是他人生的幸福 一个六十多岁的人 还有娘可以叫 代表他的母亲 代表他的母亲已经都大了 八十多了 所以孟夫子讲啊 人生有三乐啊 第一乐就是父母 俱传啊 父母都在也都可以奉养 自己还是孩子啊 还有母亲啊 实实的关怀 那是人生的幸福 所以母活一百岁 母亲活了一百岁啊 常有八十二 还在关怀 这个关心着他八十岁的孩子 所以宅导也说 人生的福分呢 就是八十多 六十多岁 有娘可以叫 然后他的母亲 常常熬那个绿豆汤啊 到他拍片的现场去 所以一进拍片的现场 就想起了 阿姨好啊 奶奶好啊 这个圣圣好啊 余一大堆呢 他们这些同仁呢 都欢欢喜喜的 在跟他的母亲问好 而他母亲的绿豆汤呢 就让所有的人呢 都尝到了那种爱惜的清凉 所以他喝得特别高兴 都不想出去买可乐冰水 都喝老太太煮的绿豆汤 因为有时候拍片呢 会拍得比较晚 所以翟导演就先啊 让他的母亲啊 回去睡觉 他跟他母亲啊 挤在呢 他临时拍片了 租的房子里 他说当他啊 进到这个家门里 看到他的母亲啊 熟悉的脸庞啊 他说那也是他人生的幸福 他就回想到啊 他整个成长的岁月 多少的夜里啊 都是父母 这种轻柔的歌声啊 伴随着他入睡 甚至于是轻柔的 这个讲故事的声音啊 伴随着他入睡 而当我们在那里熟睡的时候 父母啊 用深情的眼神啊 望着我们 希望我们啊 身心啊 都能健康的长大 所以多少的夜里啊 父母的挚爱 伴随着我们 现在父母年老了 我们也要 用这样的挚爱 伴随着父母的人生 伴随着他入睡啊 翟导演就 说着呢 这一些啊 他跟他母亲的一些 生活情境 结果呢 他的孩子接受访问 也就是孙子辈啊 他的孩子就提到一件事情 他说在他成长当中啊 有一目印象最深刻 就是他的父亲 从外地啊 拍戏回来啊 一定呢 都会找时间啊 帮他的这个奶奶呢 泡脚 泡完脚之后啊 亲手帮他奶奶 剪脚指甲 手指甲 因为泡完脚之后呢 脚指甲软了 剪的时候啊 这个母亲比较会痛啊 看到一个五六十岁啊 六十多岁的 也算是老人啊 那个头发都半白了 戴着一颗 戴着一 一副老花眼镜啊 在那直直细细的 聚精会神的 帮他的老母亲剪脚甲 这个是留在他孩子心目当中 最深的经历啊 接着他的孩子呢 就对着观众讲 他说 当我看到这个情景啊 那个内心的感动 内心的喜悦 然后他的孩子突然呢 想了一下 他说啊 那种情境啊 真的不是用言语啊 可以形容的感动 你看这种天伦的感动啊 深深的阴在他后代的心中 窄导演有没有告诉他的孩子 你要孝顺啊 你要对奶奶好啊 没有啊 没有用嘴巴说 而是用他的行为真正做出来 所以自自然然啊 他的孩子说到 我父亲不在的时候 那一份工作啊 都是我在做 都是孙子啊 帮老奶奶剪脚甲 所以我们这一份孝涕啊 利益家庭 利益社会 就从我们自己以身作者开始来做起 以身作者啊 是最省力的教育方法 所以人啊 不要聪明反背 聪明物 老老实实的 沉传这一份孝涕的精神 让我们往后的国家民主 都有我们的祖宗 我们的子孙啊 牺牲奉献在其中 让这一份精神啊 能让我们的后代 能够千年不甩 各位朋友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啊 有了信心啊 天下无难死 只怕有心人 所以也祝福大家 往后的子孙兴荣 我们早上的客人 就先上到这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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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